私奔一个月 身上的钱几乎清零 买了这包烟后 全部家当 就只剩下60块了 接下来去哪里 两人大眼动小眼 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马克思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却治理名言言 基础打不好 上层建筑 就像海市蜃楼一样 虚无缥缈 所以男人也就不能 怪罪女人的唠叨了 如果你觉得我拖累你 那你就一个人走吧 基础软弱无力地说 鸟治灭了一眼 转身跳上公车 既然无路可去 那就回到离开的地方 也是一种解决方式 基础拦住说 不能回去 一旦回去 不是走老路了吗 是啊 周旗天堂 跨过这道门 就是另一个世界 好不容易才离开 就这么轻易回去吗 鸟治也换了嘀咕 傻站一会儿 鸟治忽然发现 敲走了小酒店 实在不行 去当个服务员吧 起码 今天不要露宿街头 老板娘嵌操有一些为难 来音频的女孩们 没一个待得住的 干个三天 就干到对过去了 鸟治忙解释 我不会的 我要养这个讨厌的人 绝对不会说走就走 就这么着 凭借鸟治的伶牙利齿 俩人留在了小酒店 别的不说 有饭吃有地方住了 至于其他 以后再想法子 陪酒聊天 这是鸟治的看家本领 料理料理有些够呛 料理男人 鸟治的技术 简直不要太好 老客服洛河 平时只喝一瓶酒走 今天说说聊聊 不知不觉三瓶酒下肚 这对洛河来说毛毛雨了 他在神田电机上 有四五家店 是个富裕的主 送走洛河 鸟治又迅速拉来三个酒鬼 总之绝对不能闲着 关店已经是半夜了 鸟治千草都累个半死 生意很久没这么好过 颇有一些不适应 但对极致来说 这不是好事 客人越多 酸气越重 我们明天就走吧 我不要待在这里 极致说 鸟治不理 用很鄙视的语气说 你也找个工作 像个男人 别这么黏黏糊糊 极致想了一夜 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 一旦分开 结果就不可预测了 但当看到鸟治 对洛河那阴气的模样 极致受不了了 是该找个工作 必须得找个工作 如鸟治说了那样 像个男人 鸟治是了解极致的 这家伙人不患 就是懒散了些 要忍耐 我们都要忍耐一段时间 然后就可以租个房子 住在一起了 说着 鸟治故意压低收益 还带些撒娇的语气 不过 经过一上午的拜访 千草只找到一个外送工作 远是不远 就得对过街角 极致先是一愣 接着爆炸一样收拾行李走人 对此刻的极致来说 不管什么工作都无所谓 只要能工作就行 倒霉的是 这来了一会儿就闯了祸 砸了碗筷不说 还找到师哥也摔了东西 唯一的幸运 是店里有个看着 还蛮可爱的姑娘 极致离开第一晚 千草的酒店依旧热闹 鸟治拉了好些客人 喝啊唱的 闹到半夜才走 正打算关门的时候 每天路过打招呼的卡车司机突然进来 还带了个颇为娇羞的姑娘 鸟治一眼认出 这姑娘是里头出来的 没准那卡车司机开口说话 又一个里头出来的女人 满身酒气走进来 怎么又回来了 你不是离开了吗 千草问 大姐醉醺醺的 说话却是带着逻辑的 嗨 别提了 开料理店 开关东主店 甚至做过服务员 最后还是干不下去 想男人啊 得益于这位大姐 鸟治这才知道 千草的丈夫跟妓女私奔 已经走了四年 可是千草仍旧守着殿 还在等那位 正说着话呢 大姐看到大叔 一口蒙酒观尽度 动手动脚不在话下 即至离开第二天 鸟治坐不住了 也或者说 开始失望于这种平静的生活 有减入涉意 有涉入减难 同理 从一无所有的当红酒律 是一种本能和习惯 而从冬红酒律到醋茶淡饭 就无聊透顶了 鸟治别的不想 雨季过后就是夏天了 起码得有件像样的新衣服 晚上给我带点钱吧 鸟治哄哄唧唧地说 鸟治本不想答应 可又不能不答应 没办法 只能给希望于店铺的钱箱了 殊不知 对生活无聊的鸟治 已经将心思转移到洛河身上 小雨细细细地下 街上人很少 有家的都回家了 没家的 三三两两喝酒聊天 便着发了打发时间 怎么样 去吃寿司吧 洛河突然问 鸟治就懂了这句话呢 男人还得是有钱的 鸟治找到酒店 已经过了好大一阵了 千草只听说吃寿司 但至于具体去了哪家 他也不知道 鸟治冲进雨里 满大街找寿司店 可想而知 这么一家一家瞎找 无异于大海撈针 更何况 有钱人吃寿司 那都是包间 哪有在大堂吃的 雨还在下 不大不小 浑浑沉沉 鸟治兜兜转转 终于将那钱还了回来 鸟子有些不愿 就知道是你 还真的是你 怎么能这样呢 到底怎么回事 急用吗 鸟子问 鸟治瞎边乱造说 我姐姐生病了 我回家了 她又不生病了 鸟治昏头了 真的是昏头了 工作抛下不管 像个丧尸一样 在雨里陷逛 可怜兮兮的 照鸟治的话说 不像个男人 很晚了 鸟治都还没有回来 几致是知道她的 今晚准时重操就业了 千草我些不理解 出去吃个饭而已 至于这么着急吗 听起来 像在承认她是个妓女 急着怒火中烧 碰那种摔了杯子 再次夺门而去 鸟磨一个时辰后 又回了溜跑回来 千草烦了 别来了 我没有照顾她 下了一种夜的雨 次是就是好天气 鸟治回来了 穿了新衣服 带了好礼物 内洛河 还答应租个房子 带鸟治一起 快乐的游戏 至于急着一晚上没回来 到底去了哪里 是安全还是危险 离开了还是怎么着 鸟治全不关心 但是 当听了卡执斯基的故事后 鸟治到底还是放心不下 这姑娘稀里糊涂被卖到里边 第一夜就被司机遇到 那之后司机天天去 只为了姑娘不接客 可眼下 钱不够了 存款积蓄几乎见底 司机拜托千草帮忙找个工作 那样姑娘就能离开了 至于欠的债 慢慢还 听完司机与姑娘的故事 鸟治即刻飞奔出店 找到中午 放弃了 毕竟 鸟治又落河了嘛 还找群鬼干什么 就这么着 鸟治半路碰上落河 连行李都不要 走了 当晚 当千草再次看到极致 心里难免无味杂陈 不过 千草可不想掺和他们的事 神天电气虫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临走 千草也在嘱咐 落河是地头蛇 可别莽撞 果然 果然还是不靠谱 来一个干三天 来一个干三天 尽是麻烦事 不过 今晚过后 千草贴的招聘启事 大概率要拿下来了 那个人 那个跟妓女 私奉四年的男人 回来了 千草一时间难以接受 心里悲喜交加 喜的是 他正回来了 悲的是 自己这四年的时间 吃了多少苦才挨过来 在桥下蹲了一夜 急着一大早就来到神田电气城 像昨天找寿司店一样 挨家挨户地问 戴河 一无所获 就这么昏昏沉沉 逛到中午 极致的身体吃不消了 幸运的是 被路边干活的工人 几时发现 凉茶凉饭 噎了两口 捡回一条烂命 东摩西爪 举目无情 极致亮亮呛呛 到底还是回了千草的店 大婶呢 极致有气无力地问 玉子总是笑嘻嘻嘻的 出去玩儿了 和丈夫一起去着呢 看到极致这落魄样 千草一些吃惊 但也在情理之中了 想了想 千草告诉极致 忘了她吧 考虑和玉子这样的女孩交往 玉子傲娇地说 不要 她太轻浮了 交往什么的太严肃了 玉子还是拿极致当同事 这不 玉子还帮极致请了假 只要肯回去 工作还是能继续做的 极致回去了 继续送外卖 过上了忘记她的生活 可要命的是 她又回来了 和极致在一起的时候 总想离开她 离开了 又想得要命 这不 趁着落魄出差的功夫 鸟坠终于还是跑了回来 不过千草并不打算 告诉她极致的下落 偏不巧 丈夫什么都不知道 她就知道极致外卖送的好 刚才还看到了呢 千草本不想多管闲事 但看到年轻人走歪路 又实在忍不住 离开她吧 她已经过上重场生活了 千草劝导 鸟坠丧着脸 看着像在思考 可能听到玉子这个名字时 鸟坠不能忍 还明媚说过 人能失败 但不能被打败 不过 要是你对手哪里不当回事 那也是蛮气人的 懂了幽默20分钟 鸟坠坐不住了 凭什么 凭什么要第三下司在这等她 鸟坠不知道的是 此时此刻 急着准被千草叫住 要说有什么事 那也是瞎编 要说没什么事 也还真有点事 一直到傍晚 急着才离开千草家 两个男人一路上聊了很多 互相沟通失败经验 但是 该来的总归会来 该走的总归会走 该点燃的火苗 总归会点燃 还有 该得不到的人 总归是得不到的 卡车司机的供养走了 店家只说辞职了 并不告诉他去了哪里 鸟直嘲笑说 去集园了呗 现在 说不定和什么男人一起happy了呢 卡车司机上去就是一巴掌 不会 他绝对不会 他不是那种女人 夜里下起小雨 见上人很少 有家的都回家了 没家的 再次失踪 玉子中疑惑呢 刺耳的警笛声响起 听说是新杀案 一个男人被刺 不一会儿 总场街的人都被吸引过来 将桥边神社围得严严实实 躺在地上的究竟是谁呢 是吉志 抑或是 看见那个魔鬼 千草顿时失去控制 那感情不是气 不是恨 而是委屈 巨大的无力 也就到这一时 吉志和鸟汁再度重逢 一切又恢复原样 千草酒店 照就是千草酒店 没有男主人的千草酒店 洛河又恢复自由 租的公寓只能退掉了 买一幅加上租房子 再算上七七八八 这次损失最少十万 洛河算着算着笑起来 十万对他不过毛毛雨 又有人来面试了 说自己是重景人 被拒绝后也不气 立刻将眼睛对准洛河 多么熟悉的场景 而洛河呢 也仍旧笑嘻嘻 十万毛毛雨了 好 做什么 看了 很尴尬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